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子慈悲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第四千 所谓甲五千 新马子六四甲子零千 第四千 甲五千 过来介绍了甲签的签文的白话解说 还有新签马子补充的 因为新时代环境背景不同 大家的需求不同 所以马子要提醒我们 就出了一个新的签文 把甲签改一些字提醒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第四千 甲五千 它的签文是 风田浪静可行传 这个意思也就谈了白话的说法就是 现在风平了 浪也静了 正是我们要开始行传的好时机 恰似中秋夜一轮 正好就是中秋的时节 这一轮明夜很圆满 皎洁的高怪在天空天气 光芒照亮大海大地 凡事不惜多优励 就非常白话了 凡事不必多优励 葫芦自有庆佳编 时间一到 自然我们应试就会转好 到时候葫芦自然喜庆到家面 这首签诗 非常的白话 我们可以看到 会很吉利的一个签诗 故对元谦跟新谦的关键厨迹 助手来做一个介绍 来体会 马祖透过这个签诗 提供我们一些神秘的信息 第一个风田 这个田就是安然 安静 淡薄名义的淡薄 这个安然 这平安的风的浪的事情 也慢慢的平静下来的 你现在的印的 那风浪的也慢慢的平静下来的 那慢慢的淡薄的清静 那行传的 浪静可行传的意思是说 代表你要作恋而事的挑战 或者作为都可以做了可行传的 可以外吃的 所以问外吃 你可以行传的 那现在的印式呢 好了 那你可以行传了 那中秋夜 中秋夜 当然是讲时间了 那这个时间也代表 当然是中秋 中秋节 中秋这八夜 在秋天的时候 秋天的时候 那这个中秋夜也代表 大地的夜光芒四色 因为中秋那一天 夜亮最亮 那个大海的大地 都被照得非常明亮 晚上好像白天一样 看起来都非常的清晰 非常光芒 那这里有一个一轮 一轮 轮呢就是轮子是一个圓 所以有一个圓满的结果 所以说你现在去努力啦 去行传啊 外吃啊 去做任何挑战 做为 刚好耶 就像中秋节的夜亮一样 一轮 也就是说圓满 中秋夜圓满 会圓满 凡事呢 不惜多佑力 那就没有什么关键字 就很白话了 那这面就有一个福祿自由 那个自由就是一个关键字 自由呢 在六十甲子圈里面呢 谈长自现 这个自由就是 自然我们就会拥有 你不要去强求 该做的做了 你自然就会拥有 那自己一个人在经营事业 或独知 或是要合作 当然自己拥有 自己来经营 比较好 比较不适合跟人家合伙 这个它的关键字 那关键词之当中呢 新铅 新铅是马祖改的 用的比较特色的一些字 丰田那个田呢 他改叫仁田 那个仁田的意思呢 主的是耕作 农物在耕作 也就是做事业的意思 那个仁有个田 仁在耕作耕田 那所以说是个工作 做事业 那个仁 那个加个王鞭 那这个仁呢 其实呢 它就是解白 纯真的意思 一个人呢 本身纯真 解白 清洁的解 解白 就干净的 清淨淨淨的 纯真的 像想要是 非常纯真 这个仁有这个意思 那呢 可形成的形呢 马祖改成形状的形 这个形呢 这个模样 有模什么样 有样 也就是一个人要壮大 要做的有模有样 顾问的一个解释 因为整个签要解释 那 这个签 这个签 其实呢 没有把手的小杯子 小杯子 所以我们在祭祀神明呢 小杯 都是没有把手 它有祭祀用的那种小杯子 那种意义 那药呢 这个药 火柱边的药呢 是光药 照药的意思 照药明亮 跟光药 火柱边跟光 那个药 是一样的 是照药的意思 那一轮的轮 改成土 那土轮 这个轮呢 是在 农田在耕地上呢 堆积 一排 一排 一行 一行的土耿 并在上面呢 一直在种东西 那这个呢 可以看到说 我們在祭祀 那個中 就是在祭祀的杯子 我們一排一排 擺著我們祭祀的那個 食物啦 行列啦 性理啦 行列啦 這一排一排 類似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那凡是那個是 本來事情的事 變成 是不是 是我的事 那個意思也主的是說 都對 那因為這支签的 恩千 他的五行的屬性呢 因為有中秋 所以他說是屬金 金為秋天 為什麼 西方 所以他的五行為金 可是呢 新千呢 馬祖也特別講 他屬火 立在夏天 而且呢 宜在狼荒 那這個環世主的是說 新天 舊千 講的都是對 那未來我們講 舊卦 舊的卦象 新的卦象 也都全對 新的什麼樣 遷徒 跟舊的遷徒 也都全對 你都要考量 環世的意思 那後面呢 是完全一樣 葫蘆具有親家 所以我們對新千呢 整個歡意呢 來講 我們可以這樣 來歡 我們呢 希望把自己的事業壯大 而且能做得一切非常的平順 要達到有模有樣 有守規模 甚至於發展到各自 一間一間 一間一間 就是一個輪 要一排一行一行 一間一間的公司 把它設立起來 名要四王 那我們要做人要純真 就是人 要做純真 像小孩子一樣 很純真 守信 重視家庭 人倫 因為那個倫 一倫的倫 我們也知道 有人倫的味道 那春秋兩季 一排一排的 願想 終究來祭祀 天地子仙 一排一排 這樣子 然後呢 新千中 那個凡事 是不是的事 不惜都有力 特別提醒我們 新舊遷之要 都對 我們都要考慮 不用去懷疑 元遷是秋 又是死金 就在秋天 跟疑在西方 可是呢 新千馬祖說 是夏天 都對 凡事都對 其實四季都可以 四季都可以 那掛像呢 元掛 新掛 都要去考量 遷徒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好 那 這遷詩呢 顧問呢 遷疑呢 白話 翻譯完以後 這個遷詩呢 最主要的 最後一個提醒 重點 那其他當然 我們還有其他的說明 我們呢 陸陸續續呢 會播出 會錄成影片 跟大家分享 歡迎大家呢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接下來這支籤呢 甲午籤呢 第四籤 最重要的提醒 最後的提醒 一 就是要談 這是好籤 很吉利 凡事不需多憂慮 叫你不要煩惱 安安 後浪就要多填詞了 你現在做什麼事都可以去做了 都可以做了 都可以做了 都可以圓滿 都可以圓滿 自然就會來 那第二個 新籤補充 夏天也可以 因為 舊籤是 立在秋天 那新籤呢 是在夏天 夏天很好 其實這支籤談的是 世紀皆宜 世紀皆宜 你時間到了啊 自然到了啊 胡路自有什麼樣 親家美 胡路自有親家美 所以呢 順從 所以呢 保惡時機 不要延誤了 不要延誤了 那這邊呢 馬祖呢 這一支籤 甲午籤呢 各位一定要注意 他的 延掛的掛像叫 帝者靈掛 帝者靈掛 有特別講到 經過呢 七個月後的 陰聖陽刷 但我們下次講 掛像的時候 顧問會詳細說明 顧八夜有兇險 所以拖到甲午這個籤 一定要知道 你會呢 後來呢 會 陰聖陽衰 那這個時候呢 八夜呢 就開始要小心 因為從七夜開始 陰聖陽衰 尤其在八夜 特別有兇險 那 睡末呢 睡末呢 就很好 這個 第二個重點的提醒 一定要注意 甲午籤呢 八夜有兇險 所以你要出外做什麼 有兇險的時候呢 不要去玩學啦 或出外 要特別小心 要風平浪靜 風平浪靜 我們才可以去做 如果有危險 預測有危險 我們就不要去做 那害怕的話 擔心的話 我們可以在深入的看命理 請教老師 第三 這是現在提醒我們家人 要和睦 而且是母女 婆媳的關係 女孩子的關係 母女呢 婆媳的關係 要順從喜業 則是平安順利 要高高興興的順從的長輩 女性的長輩 你一直呢 要為大吉付出犧牲 因為這是關於到 掛跟天土故事裡面呢 有提到 趙子龍的救阿董 我們的夫人呢 就跳那個景 所以女孩子要去顧大吉 那靈掛呢 帝者靈掛呢 坦的就是 要順利 那女孩子呢 母女要順 要順 要喜業 要順著 母親 這種意思 好 就是 不是簽文 而是在掛像 故事 來特別提醒 那第四個呢 自家經營會比較 比合夥好 就是說你自己擁有 獨資 會比合夥的生意來得好 那第五呢 特別要求 富裕的人呢 有錢人 富貴的人呢 要柬埔 要平靜心 這裡有談到 風田 這個田 那家長呢 狼 這個都是清淨 清淨呢 有一種 象徵 淡薄 安靜 安然 這個叫田 那那個呢 那個狼就是 潔白純真的意思 所以有錢人呢 更要柬埔 用平靜的心 很祭桃花 更奢侈難會 也就是奢華 所以要提醒各位 第六呢 如果這個天使在問身體 一定要幾乎其神 你很快就會 可以醫好 可以療癒 好 這個就是 鼓勵大家 去拜拜 春秋二季年 要拜拜 很隆重的 一排一排的行列 要在排在那邊 好好的拜拜 那你當然身體就會好 所以你現在有重疾病 久病的不易 那除了看醫生以外呢 就是趕快去拜拜 也是隆重的 祭祀的一些行列去求行 第七我們要談到 那些男女婚姻的感情的問題 如果這未婚的人呢 很快 過了中秋節後 到十二月 兩年秋將來的 好好的把握 如果你現在已經有對上在交往 不要三心兩意 很快就要成婚了 不要再三心兩意 不要等著 那些時間已經到了 一切會圓滿 一輪名業 第二 已婚的人呢 彼此要謙諒 謙諒 互相的扶持 那你孩子呢 就要順 那順 馬子有提到 再掛下 有提到 就會可以幸福什麼 一生 幸福一生 加五千 第四千呢 我們在解釋的時候呢 提醒的時候 就開始會提醒到 有所謂的卦了 所以故呢 記者在強調說 我們這個馬子 先出來的前詩 非常完整 它有 卦象 已經要補充的 所以你一定 除了千文以外 還不夠 一定要看 千的本身的卦象是什麼 還有千的故事 那故事談到 趙主隆 舊阿朵 他在象徵什麼 他跟 我們的 帝的連卦 是連結的 他馬子在補充 他說有交集的 需要邏輯的 需要串連的 用道理 馬子要講的話 還有那個千土 都有 那當然 馬子最重要 要告訴你們 把這些的解釋清楚 來才能把握至 這支千的時間 在講什麼 方向 地方 在地理 在講什麼 那人 在找怎樣的人 人應該怎樣的做人 那最後呢 要怎樣去改應 改應的方法 改應的方法 然後呢 郡蕾講的 29個 大家常問的 婚姻 感情 夫妻之間的感情 那婚姻是 為婚的人在求 婚姻要怎麼求 你沒有生孩子 婚姻要怎麼求 都有詳細的一個解說 詳細的解說 各位 對於林謙的一個解讀 各位希望非常完整 一個謙思不是只有個謙文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 還會繼續跟各位分享 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頻道 一起來Enjoy 有馬主的文化 馬主的林謙 真正成為馬主的信徒 馬主文化的崇拜者 的信仰者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主慈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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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